天气也热到出现了以前不曾出现的现象 来看到彰化有一块金属指示牌 竟然被热到融化了 让人直呼太不可思议了 原来是指示牌上面的年胶热到融化 因此产生了脱胶现象 导致指示牌无法固定 而软啪啪地垂了下来 另外还有民众车内的排挡杆是铁制的 被晒到滚烫 握住时也不小心被烫伤 另外还有放在车子里头的笔 也被晒成了微笑形 天气到底有多热 看看彰化这块指示牌就能织一二 指示牌居然被热到融化 像烤鱿鱼一样卷起来 正常版是这样直挺挺 它却被晒到软啪啪 因为指示牌几乎没有遮蔽物 日照的时间相当均匀 上午晒正面 下午晒背面 实在难为它 有趣的是指示牌后面就在卖刺冰 民众笑说好想请它吃一碗 很夸张耶 天气太热乱得我休息 热道暴起警还吸引不少人来拍照 原来指示牌上的年胶热道融化 产生脱胶现象 导致指示牌无法固定变形垂下来 实在热道不行 有人把车内排挡杆换成铁制的 也被晒到滚烫 一碰 哎呀我的妈居然被烫伤 热道受不了的还有放在车内的这支笔 变成了微笑型 网友笑说卡滚很软Q的 要带他去控把控控 高温来袭真的是热道歪摇 记者中部这么倒 不错了 对,不错了